所以相这个字 从人从相 也就是告诉你 见相达心 就是 见相达心就是讲的 微德自在的那个德子 见相达心 但是这里在讲相时 就是上节课 一直跟大众法师 这个研究的 这个时候在讲相 行者已然担当 那个相就不是过去 众生最厚的沉闷了 你会看到 那一切法中的作用呢 是相了 因为这晶体 它是无形的 现相处呢 其实才是什么 现相处呢 才是整个晶体 你感觉到的晶体 晶性晶照 所有的一切呈现出 那叫做相 所以他用的是一个人 一个大相 天相 这个大相的相 那一切脉络 你要明白 那才叫做这个相 不是到最后那个木 一个木头 那个相 所以你要入这个相法 那个相法 你看到这个相时 你要入如是相法 之中 所以一些脉络清晰 你脉络清晰时 你才知道那个相 才能够真正体会 那个叫做相法 那个相清清楚楚 所以相字 为止中国人用到相 相字就是世界上 动物最大的 庞然大物 但是这个大物之中 你要分得清楚四肢 分得清楚 所以这一切 身躯形态 明明白白 大虽然你不能 拿一切小来亮 但大你不能说 不知道如何亮 就好像令人经讲 虚空 虚空你不能 拿一切下来亮 但是虚空 你在讲虚空的时候 你不知道 它有个名貌吗 你不知道 它有一个 不能拿一切法 来亮的那个名貌吗 你感觉到那个虚空 你都知道那个虚空 在你心中 都有一个名貌 名字 大概的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 是什么状态 就是不能以一切状态 来形容它的状态 不是虚空状态吗 所以就连虚空都有名貌 何况这种 妙真如心 何况这根本 尽现现现处 你不知道那个像吗 那就在一些像中 现现处 如尽中像 现像时 尽着现像处 那就是一切尽性 一切尽体现现处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 也能够体会到 能够帮助每一个法师 在平常日用中的用功 下手出来 所以每一个起情动力 不管你随举 哪一根哪一尘 或者用什么方便 开始下手 你都已经清清楚楚 是在什么地方 说当下关心的 所以任何大经 到圆绝经中 到解分过后 行分才跟你讲 如是舍不达三摩波提禅纳 那一言经中 讲到二十五圣行 那也是跟你讲到 明明真心之后 清楚明白心以后 才开始随举一根 随举一尘 你不能说心境的道理 你都不懂事 你就突然坐下来 你就开始要找 要开始找那个亲近 所以你会在每一个 所取的当下的方便里面 你会更能够深入 就如是方便 你更能够深入 那个决心的左右 决明的心得 而你不是只是沉闷在那种 感觉里面 以为叫做修行 那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 讲到什么踏实 那你才能够体会到 最初你要是 不管随举一根 随举一尘实 你在这个上面 不管是譬如说在眼 或者是在色 你在那个每一个色中 或者是在种种声音 在每一个深尘之中 你能体会到 就在深尘现前处 哪个不是决心的 不要呈现处 因为你最初的声音 就是告诉自己 在深尘或者是色尘现前处 哪个不是决心的现前处 你不要小看这个声音 你不要轻视这一念声音 就是应声做佛事 将来就是这样子 念念清楚时 你就在一切成像起初 你居然可以看到 决心的迹象了 为自己换出 换一个口 那个换 所以才会讲到 如同什么 如同那个十二类生 里面的那个 普鲁跟明灵 你要在每个念头起初 告诉他 这就是绝 这就是绝 就好像每一个 这个明灵生软时 那普鲁就告诉他 累我累我 就要像我 明灵是那个飞蛾生的软 那就用这样的念念 用念力固伸出来 居然是蜜蜂 暖腰蜂 铺鲁 所以我们叫明灵子 这个世界上就有这种东西在 那同样的念力之中 你刚刚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要知道是绝是绝 总有一天 你就在一切感受之中 打破尘埃 打破尘埃不是不知道感受 是清楚知道 那种清楚 不是让众生起身疑问 那法师请问 你就在后来知道的时候 你怎么会 会不会那一念也是尘 有的人就会怀疑 你后来觉得 你真正知道是绝食 搞不好就是 你还是躲在尘中的分别 会不会 念念大明嘛 你每一念中 你都知道是绝 你连这个 我觉得是绝 这一念都大明 那是真正的决心灵敏 你真正都知道是绝 知道是绝食 也表示你这个人 就不会被你自己 所起的任何阴生 最后的末梢的尾巴牵出 所以你就不会在上面 找到以为你有所得 我有所得 不还是绝吗 我站在绝中 我有所得 三个字 都不会起成唤利 这个人才能够叫做 真正看到决心的作用 亲民了 才能够真正感觉到 放下那些过去的 种种世心的负担了 不是那种妄想 以为是绝 突然有没有体验 感觉到我真正正德 马上就说我正果了 全是地狱种子 所以施布提在说 我不做事念 我正阿罗汉 施布提是谁 解空 还有一个名字 善限 你要在善限之中 才知道解空 在解空之中 一定要善限 我何妨不知道 那一念 我有所得 但是有所得之中 我都知道 不住 叫解空 叫施布提 跟你马上 每一念都堕 那怎么会是一样的 你随起一念 你马上就会堕 在那种感受里面 怎么可能 所以就在那个声音里面 你要知道是觉 清楚是视觉 你刚开始知道是觉时 你已经是反谱归真了 那你慢慢体会是觉心时 你在觉心中的作用 当然是见次成就的 不可能说你知道是觉 那这个觉中就圆满了 不可能 你知道是觉是最初归家 你从此就不再错认了 方向不再错认了 因为不错认故 所以从此以后 从在这个角度上 开始深入一切智慧 所以你就能担当 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如是种种缘起 为什么能够成就种种现象 所以你才开始解读 一切事件作用 那叫十方世界 诸如来星 欲中显现 那智慧就自然自然 你就能够体会到 你所谓的思维的角度 就不一样了 那一切心中的智慧 也在上面不断的 就跟世间人的 就完全 他的逻辑 完全就不同了 所以这样的方便者 叫舍磨他 所以你能够担当一切感受处 你能够体会到 那个心中的圆明处 真正是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不避开一切感受时 随取的一根一成时 你担当那个大决体中的圆明 才叫修 智 才叫修 入流 那个智是最初你看到 那个决心的根本的清净 叫智 那才是内言大定中 随取一根 随取一成 当下真心 当下观心的 那不是在上面再希望 说怎么样的修持 什么的取得一个 什么样的境界 那是真正叫做修止 所以此方便者 在这个上面 为什么叫方便 那本来都是大决心体 不过就是随缘归家 所以在每一个随缘归家之中 你随取的那一种方法 都叫方便 变着利 利什么 利计一切行人 同归菩提 方者在这里讲 就是导引 你只要正确的 是在根本大决体上面的 根本发心与下手 那随取的一切的法门 主要是性德之中的法门 随你拈来 随你深入 都是归家的 根本 但这个一归家 既然是归家 一入家门 那一切法处要通 那叫一门深入 所以这个一门深入中 最初深入时 就没有心中那种牛曲 我在舍着他 我就不要三抹波提 我也不修禅了 我是修止 我要这个就不要那个 那不叫一门深入 这个人在最初修行时 这个妄念都不舍离 这个妄心 供高的心态都不舍离 你这个正一念都不知道绝世烦动 大决心地多着这个依据都多余 那才叫一门深入 所以那叫舍磨他 所以舍字从大 从者 中国人讲的夸其大者 约舍 就是约舍 夸也叫无时 夸者无时 叫舍 夸其大 我可以用这个文字解释 那什么叫夸其大 叫无时 这个无时之中 你是不能以立实来说实的 所以那真是无时 所以上次已经讲过 实相无相 你不能再立哪个实体来说实 众生说的实实 必定有个实实在在的 那种现前的桌池 是实 佛门中说的实 你是根本不可以以实来立 以实来论 以实来量的 那个实 但是他必定能够贯穿一切法 随缘贯穿一切 所以那叫做实 真实 你要是真正立了哪个实 在那个实中 你所谓的实中 他反而不能比比不相知 那你立那个实 也没有意义 根本不知 你在一切法中 不可以立实处 那个无时之处 那个虚通处 所以处处 它能够让你显尽一切 缘起当下 能够建立一切实 但是这个建立一切实中 就刚刚讲 像如同静宗像一样 你再看到 墨清清楚楚 你不舍于墨 但是就在墨中里达本 你不必舍墨 说本 你也不会在立本 而望墨 那叫实 但是这个实中 它不在那个任何实相上面 去思量思义的 叫做无实 所以那叫大者 所以那个大者是无相无形 那为什么多加一个者 那是一切 真正就是大中 所有的一切承担作用 功德作用 所以叫者 叫舍 墨呢 墨在礼记 叫学记中 相关而善 相关 彼此相关而善之 为墨 相墨 关墨 对吧 叫墨嘛 所以它从手 关墨 关墨 相关而善之 墨 那什么意思 绝体随缘处就相关 本来那个相关 其实就是绝 但是随缘处 仿佛就有相关 在感受当下 随缘缘起的感受当下 哪个不是大绝所限 那大绝当下 不是哪个恋恋之间 看的就是感觉 现前处 决心 要知道原来都是大绝所限 所以要观大绝 大绝 一定要知道都是决心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有大绝 不是墨 从大者中 从根本不能够量 不能够以形象之中 它必定能够随缘相模而善之 相关而善之 它启程相关对应 和善之 善之表示你能够称如是信善 称如是作用 就是摩 它呢 打笔 什么它 这个文字解释 就知道你的纸是该怎么修了 你还在 听到世间很多人 就讲那个修那个纸 就是什么都念头放下 什么念头都不要有 只要看着心 那这是什么念 什么念头都不要有 看着心 这是什么念 都不要有也是个念 看着心又怎么看 念佛 不要出声音 也不要观想佛的形象 我们只要思议佛 怎么思议 又没有声音 又没有形象 又要思议 你说我用一个没有形象的思议 什么思议 脚绕 你在开那个玩笑 那世间语言都讲不清楚 我不用声音想你 我也不用形象想你 我非常想你 我拿石头丢你 你想我 我没有你的名字 心里没有你的名字 也没有你的形象 但是我很想你 讲话讲得比三岁小孩子讲得更多 这叫般若 这叫般若念佛 天哪 这个现在的念佛 真的是一大堆的这些花俏 就是想要讲到那些话 就让人家觉得 越怪 越会 好像要跟他相应 要求得别人跟他相应 这是可怕 所以知道那些声音 你一听到那个声音 真正慢慢体会心性的 但听那个声音就知道 行者 你只是在向上玩弄 根本不知道是修心 根本不是真正发心 那真发心人 谁会在这个像上 在法上 不断在这边搅扰玩弄 在那边戏论 什么声音 什么形象 什么无像 什么有像 我看他虚空刚刚讲的都有名貌 有没有像 当然我思维虚空的都有像 但是那个像我知道是什么像 那个像就是告诉我 不落一切像的像 你怎么 何妨让他有像 你要明白一切像吗 正正正张张的正 证明一切像 明白 名字的名 正确的名字 给他一个证明 一切像 我思维虚空也是像 我何必一定要无像思维虚空 多于虚空本来无像 但无像的像 让你去思维 无像的像 还是有像吧 用无像的像中的有像 我将来立的就是心中 超越一切像的无像 不可以吗 我用无像的像中的 阿弥陀佛的有像 我将来证得阿弥陀佛 为人的心中 智慧时 我能够广入一切法中的 根本担当一切有像之中的 心中的无像 不行吗 为了骂他 绞绕这么多文字 何必刻意无像呢 你不知道那个无像 那个有像本来就无像 无像它就能现有像 那是心中的作用 你可以要说无实 我叫你担当有 你要是一看到有 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无像 那无像就是有像 这还是心理学 还不是很深的 所以无像念佛已经是闹了那么多年了 现在自己出家搞一个般若念佛 不在佛将来不能成就 念佛不能成就 般若的名字都为他戏论 糟蹋 般若叫一切法 根本大名义 般若是一切法中的智慧义 般若是一切法不注意 你还一定要住在一个不能以身音 你不知道一切法大名 就是以身音又如何 你要有以身音 能够入到你心中 成就将来真正能够入一切声音的 心中的虚明 那才叫做无像 你不能在有中你就成断灭 你一定要有个无 那个无就变成暗昧 那无是一切天地之母 它能包容一切有的才是无 所以你但只能说空说无 你不能直接敢担当说有 所以真正在心理学中 你能够担当一切有处 我才能肯定行者 你心中以见见见见入无为 入无为处 那是心法 那你说有些人在一些有中 那不可能 怎么为什么 他都不是无为 他哪有在有中 他多在有就执着于有 他在有中根本断灭了一切有 我在那边就根本不知道白 这执着那个有不叫做有 那叫断灭于有 那叫暗仗于有 所以一切片有处就是一切什么 就一切心性之中 它超越一切有的无为处 所以叫骗极 骗极就是谱贤 谱贤就是骗一切成就处 那就是心中根本超越一切法中的无相 大明处 因为骗故所以他才能成就 因为一切法能成就故 所以我说他一定一切法能骗 但一切法能骗处 一切法能成就处 就是一切法根本不多处 也一切法不住处 这是汉专佛教的逻辑 你还在那边缴绕有相无相 更何况还有声音没有声音 别更绝了 要没有声音 也不准有形象 但我们要思议佛 于是乎就要讲 那个没有声音 也不可以没有一个没有声音 什么我听不懂 那没有声音 心中也不可以执着一个没有声音 你没事弄一个出来 挑衅不是吧 全部缴绕 现在的道场 现在道场 也很可怕的地方 这个不是说你私自然的 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我五十多快六十了 快假子 花假之年了 以前讲我怕人家骂我 现在讲我不怕 反正我也老和尚了 反正老了 被骂也没有多少年了 无所谓 皮厚 过去有很多道场 都是这样 最后走了以后 都留给在家女众 现在讲这个波罗念佛 这个大道场 就是普里大道场 就在你们旁边 那个大道场 念佛的大道场 就是这样交给在家女众 然后把所有的出家人赶出去 当时的当家 法师都赶出去了 那时候在 这个中坛公路上 还发生过很多 当时出去的法师 因为带了一些 他们师父的一些录音带 还被寺庙里面 汽车追出来 说他是偷东西 还要抓到派出所 派出所警察都不愿意管 其他留下来 就是跟这个在家女众 相应的 就是捧这个在家女众 那在家女众就是 把那个老和尚软禁起来 很多年那个 都交给他 所有的法师都被赶出来 在外面流浪 我认识很多 都是自制辈的 很多 在外面 那你当然敢看 上面留下来的师父 都曾经赶过自己 师兄弟下山的人 而且承认一个在家女众 领导他们的生团 后来这个在家女众 不知道怎么样 献了一个出家乡 听说了 献一个出家乡 但是谁帮他替的 我不知道 那现在还一天到晚 每一年办游园会干什么 从老和尚往生以后 他的观音殿 所有的大殿里面 念佛都有附体的 还有很多会附体的居士 现在在台北也有 我也认识几个 就这样的稿子 他们那边 所以有很多 不知道的人 还在那边护持 他们香火还很旺 就是增长磨脂解 因为还有人信 还有人就是拿香火钱来 所以他们所有的 你上面的人 所有的一些 当前现在的执事人 都无惭无愧 他真有点良知 都应该退出来 因为当初他们怎么可以允许 把那些师兄弟赶下山 现在还在教人 般若念佛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当末法都是叫那些大和尚 都习惯性的 像 普利道次第广论 交给真如 真如上师 他现在你叫他叫上师 他是打死不出家 你叫他叫上师 因为他搞那个 搞那个企业叫什么 理人企业很有钱 在国外也有 还买了一个什么 爱德华王子岛 整个岛买下来 很有钱 他们都是企业家 他不愿意出家 所以叫上师吗 愿意出家的话 搞不好就是那个 生团的领导 对吧 这很可怕的 非常可怕的 所以那些地方呢 你就不必问了 所以我也告诉你 一些某些局势 你不必来问 那些地方不用我去解释嘛 本来就是乱七八糟 那有什么好解释 什么波仑念佛那些 都不是 都不是 对吧 都不必去刻意去解释嘛 那当然了 那还有呢 那一切呢 我曾经说过 那某某馆长是早点死了 那某某馆长没死的话 反过来是那个和尚先死的话 你看那现在是谁领导神团 本来就都已经是寒门弟子了 那当然是寒门领导神团的嘛 不都是颠倒吗 现在都是颠倒 很奇怪 我也觉得无名其妙 所以我就说 不是我讲这个说 你世自然 你眼里面到底还有没有 别的法师 有 我很尊重别的法师 怎么会没有 但是现在那种怪象 你是世自然 你是从头到尾 我的业力也重 我是亲身经历的 亲身经历一堆事情的 面对的 不讲这个 只是讲到说 讲到波罗念佛 你就知道 你舍摸他 他们在舍摸他中 都不知道怎么修止 那个是在大觉心体之中 真正已然担当 绝体的那种做官 那种做官之中 你能看到大觉心体 从来根本不动 在一切观想上面 能够体会心境之中的 根本从来的妙战 感不动 那是最初明白的什么他 所以那个他叫打鼻眼 那清楚的 所以你真的如是指时 那个心中的亲近时 讲到三千大千世界 在后面会讲到 有一众生 起一念心 你都知道 这么样的亲密 清清楚楚 那那什么境界 我们先不讲 那我也不会有 文明也不能够解释 那个境界 那就表示说 你真正只能够 在那个亲密之中 你是法法清楚的 明白 在那个明白之中 才能叫做止 在那个大明之中 才能够叫做静 静心现前 而且你真的能够体会到 那个决心中的 本来的面目就是如此 而且你也绝对相信 你就是能够这样子 不断的真正 这样的开始用功 你真的能证得的 你不会怀疑 它理你 它不是你的东西 你真的能证得 那才知道 什么叫做正 那个正就是 明明是你的 你过去错认了 加上你回到 你的本来面目 你只要回得一分 就证得一分了 所以正字 从一个登 你能够登明 你能够登静 你能够登上一分 就证得一分了 你每天就这样子观想 就像你没有说 真的很用功 你每天这样思维 你思维的那个感受 你会突然发现 你就不是过去的 凡夫那种 那种感受 那么恶重了 你在每个感受之中 你突然感觉到 良知都能现前了 你不是一个 真正想要了脱生死的人 但要如是理论上 常常在这个理论上 去作想 你还能够感受到 世间的良知现前 那个良知就是什么 你站在一切恶念 过去的业习 恶念的最浓厚现前处 过去在那个恶习 恶念现前处 你马上随大流转 你根本一点空间都没有 将来居然在 明明是自己过去 习习中的恶念 那种习惯 可是在他现前时 你居然心里深处 有一个声音 还会看着他 清清楚楚知道 不应该这样做 明白了 你到世间都有空间了 因为不应该这样做 不是只是那个声音中 说不应该 那是你知道 要是做了就是什么 就是流转心性了 你再也不甘心 手如是流转了 那种不甘这样子做 那真的能够回头的 那叫做舍磨他 所以叫做舍磨他 你要把这个文字 都要清清楚楚 下次再修舍磨他 大者 为舍 你要是在感受之中 还要再有必来必去 那就不是大 那就不是修舍磨他 你还不敢担当相应的 不是母 不敢担当相关 就是你在亲近心上 可以看到一些感受 因为你亲近心中 能看到一些感受 你不要忘记 那个感受还是你的心 所以将来你就在 一切感受之中 仿佛你也看到什么心 叫做相关 那真的能够体会到相关了 明明白白了 那个心中的亲民才现前 最初现前处 然后再看 善男子若诸菩萨 物尽圆绝 善男子 若诸菩萨 物尽圆绝 你真正念念 他这句话是一直没变的 物尽圆绝 你要比如在大觉体中 在根本大觉 这个这个大觉 有情的这种作用上 你你之间在大觉心体的 根本信用上 叫做菩萨 所以在这个菩萨之中 那当然你是担当 一切念头处 你都要知道 决心的信用 那叫若诸菩萨 所以每一个念头之中 你都要知道 担当一切 大觉有情的信德 那叫若诸菩萨 但这个若诸菩萨 就是当下的善男子 就是你心直下担当的 作用一个行者 那男子不是说 在男女中分 那是真正能够担当 如来家业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丈夫相 他不在世界的男女相中 分男的分分女的 那是讲到心性之中的善男子 那是真正担当如来家业的相 但是念念之间 就在这个无尽缘觉中 你念念之间 就在这个菩萨 根本大觉体中的 性德上面去参的人 念念不已 就如同昨年讲的 那个经一样 那念念之间 在佛之见中 念念兼顾不舍利 因为念兼顾顾 所以你才能够入如是流 因为念兼顾顾 所以你才能够 破无始过去的无明 你在明中献明 所明中就是无明了 所以刚刚讲 辟知已经是十二因缘中 讲无明 在知上面 说佛 说明 说觉 就已经是无明了 但是在辟知 既然讲无明 那为什么讲这辟知佛 你明白那个无明处还是佛 镜子当然就知道 他怎么样辟知的 在这辟知中 这里面就有一个 镜色 镜信也有明 镜照有明 镜色的明都有明了 这叫辟知了 但是你要真正 躲在这个上面 就是无明了 你看到他整个现前处 后面那个大绝的绝名就隐 那叫无明 但是你明白这个无明时 你是站在圣性说他的时 这个无明 你还是担当信用如是的无明 因为你能担当信用如是的无明 你知道因为 因为所觉现前处 这个大绝就隐 所以整个所觉就能够呈现 具体呈现 因为具体呈现处 你感觉到好像是 绝体隐处 事实上具体呈现处 就是绝体大明处 它根本显现的 呈现隐蔽处 其实那才是直下担当处 那叫从圣入凡说 辟知就是达觉的担当处 你不知道这个无明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头 找见那个明了 你不敢担当那个无明 就是从根本绝名中起 你无明都不知道怎么破了 那无明都知道是绝名中起 你不会堕在无明之中说无明 你也不会堕在无明之中想要断无明 这叫无明灭 这无明灭你还觉得有什么样的随缘的流步吗 你随缘流步都是决心线的 决心线好似有流步向 其实这个流步向这个动作都是绝吧 但是现前处你就好像有 因为要有这个现前处才有决心的作用 才有决心的这种具体信德的呈现 但事实上这整个动作其实就是决体 根本不动处 形灭 但这个形灭是你能担当后面的形的 所以一切事件朗然 但一切事件朗然时 你心中知道就是绝体的呈现 在朗然之中 我不媚一切形中的呈现 但是在一切形中的呈现 不媚中 我根本就知道他无动不生 要形灭 这种智慧 这种思维是不断的行者 念念之间参就的 体会的 慢慢这样的深入的 总有一天熟能生巧 你就念念之间 就住在如实思维之中看尽一切了 所以那才叫做跟你讲说 出家人为什么得以受功 就在这里 不然你有我们 我不是故意天天讲这个 我不是叫人家供养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出家人能够在这边 你要多说我们不做事 一天受人供养 我们怎么没有做事 我们做的事大了 留下来的那一点 留下来的那一点 叫做为天下苍生 开甘露法门 你现在不想回家 你只要有点想要回家时 你就算看不到圣人 但看到僧人都种下山种 因为僧人就是一直不断的把持 在护持 在沉寂如是法脉的人 所以那叫物尽元决 以尽决心 在尽决心中 在清明的大决心中 这句话跟前段没有二样 尽决心 但这个尽决心 刚刚已经知道是大舍磨他了 所以在舍磨他中 你是不是就能够担当一切他 所以一地再往前看 以一个角度而看 那就是担当一些变化处 不是吗 那就是一个大决的根本 不同的角度而已 那就是担当一些变化处 所以他一样是在那尽决心 知觉心性 即与根臣皆因幻化 什么是知 清静元明为知 这个是清静元明为知 什么是觉 保觉真心为觉 那是保觉真心 清静元明 那是知 那是根本心性之中的圆明 所以在圆明之中 你可以立一切知 但在立一切知中 刚刚就长得近中向 立一切知 我们不要被过去的习惯的语言的语调 立一切知 你就看到末少 立一切知 你要看在头首 首尾 你要都能够清楚 那叫立一切知 知心现前最初是什么 你要清楚 那末少呈现的是什么 你要明白 于处于末 你要清清楚楚 叫做知心 那这根本都是 根本都是你的保觉真心 叫知觉 就像在这个上面 体会那个静元觉心时 你能够看到那个知觉 那个 下面心性先不讲 你就知觉之中 是真正就站在 圆觉体上看到知觉 所以那个圆明 清净圆明 那就是什么 就是知足天的内院 清净圆明 那个内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讲内 那个是明明白白 朗然现前一切表 清清楚楚之道表 那感受清清楚楚 但在清清楚楚处 他都不会跺在表中 那跺在表中 就不是清清楚楚 所以那是内 你跺在表中 你只能跺在一表 你跺在哪个表中 就败坏那个表 所以跺在表中 不会知道表 你能明白一切表的 那就不是表 你不能拿表来亮的 于理于表清清楚楚 那叫手中 那叫内院 那就是补处 那因为有如是的知 圆明的知 你才能看到决心的 整体呈现 所以每一个知心 圆明处 现前处 就是为你什么 就是让你看到 决体呈现处 决体不必为你说 呈现不呈现 但是就在知中 你才真能知道 决体的呈现 叫补处 大觉心底 本来就是大觉 他不必更说 呈现不呈现 可是你必须要 能够知啊 能够现前作用啊 并在知中 于是乎 你能看到决体的呈现 叫补处 但是这个补处呢 他一定叫弥勒 那弥呢 他能够骗一切嘛 所以站在谱贤是骗 站在明勒就是广 勒呢 勒当然有制令 制 制约的制令 要勒 那勒字你拆开来呢 格力 改革的格一个力 对吧 我喜欢猜字解释 感受都是表 感受决心 现前处都是向外 那你能够向外 这么样的势力之中 因为不能够向外 也不叫绝嘛 必定能够绝 以绝入绝股 似乎就好像有外 就好像有外 那这个外实力是就是什么 它利于一切生长 利于一切万物的长者 那就是外 利于一切作用 就是外 你不能够不知道有外 但是正在这个外中力量时 你念的这些人是不被外中 那个力量所致 不但不被他所致 你还能够什么 反过头来看到根本决心的 格力 弥勒 就好像野马奔腾 你能乐住 弥勒 这是我解释 那你一步乐住 就是外怨 所以在兜率才有内外二怨 这一念心中一定是在内怨的 但是这一念心 你在内怨之中 你是什么 看尽一切外怨处 你是要担当一切知心圆满处 那是外怨 你能担当知心圆满处 你看到兜率的外实 你就体会内怨的弥勒了 你就一定住在那个弥勒的智慧种子里面 那个弥勒叫大慈 所以慈子叫知心 一切法明明白知道是心 所以他能够担当一些感受 但是你明白那个心 那个心中 现前处都是心所现的 所以他在于是 现前处都是心所现 这一念心是无缘的 它不是种种缘的 这无缘大词 你现前处都是因为缘起在现的 但能现这个缘起 那个缘它是无所谓缘的 它不是因为哪个缘才现缘的 它因为哪个缘才现缘的 它因为明线 因为暗线 因为有线 因为无线 它都不是因为它现 所以能现一切云缘处 能现一切缘起处 这就是内言经中的道理了 能现一切云缘处 它就是根本无缘的大明处 你不能说它是哪个缘 它缘明有间 缘暗有间 所以因为它是能够成就一切缘处 所以现前处你才能感受到随缘 那是大词 那无缘大词 所以这个大词 既然是这样子讲的话 你当然知道你现前担当是什么 外怨 你担当的是外怨 可是你担当的是外怨 就是一切知心感受圆明处 担当外怨 可是你担当外怨时 你真正的智慧的智慧在哪里 内怨 所以弥勒一定是在山门中 看在山外 踏出去就外怨了 踏回来你看不到山外 看不到山门外 也不叫做 也不叫做内怨 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你 叫做圆明 亲近圆明 叫知 你的圆明之中 已然之后 念念之间 不会背离如是的宝诀 真心 叫做诀 但是你刚刚讲的外怨都清楚了 当然就知道他已根成 为什么要根成 因为他能够显现一些法固 正在显现随缘 显现一些法 不要有过去的错误的知见 显现一些法 又是因为一切法固 又是二了 他必定是绝 绝中他一定能够法一切 所以要显现一切法 那个法中还是绝体之中 他一定能够呈现的法 所以才有法本 法无法 但是无法之中能法一切的 那是根本决心之中 决心他一定能够呈现一切 所以那个是法 所以他一定能显现一切法固 就不是说决心中 显现一切法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一切法 那个是二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文字的思维 你要还要不断的剖析 把自己过去那种错误的众生之间 要一点一点拿掉 讲一段比较残忍的批语 就好像在过去 他们吃荤的人 在那个鱼肚子里面 一根一根把鱼刺挑出来 然后在你的决心里面 要把那个骨头和那些刺全部挑出 过去梗在那里的东西全部挑出 所以他就是他决一切处 就是根本能够发现决一切处 所以正在决一切处时 你在每一个处上感觉就有什么 就有跟踪的作用 因为众生就是在种种成长之中 所以他就能够攀起根性 成就起根性 但这个根性就是什么 就是入一切万物长养处 所以根根成就是对待 随缘就能够立出 随缘既然能够发一切 所以在发一切之中就立出根成 就能立出根 他是长养一切 既然法一切于是乎随缘 长养一切处 长养一切处就有根成 那长养一切处在哪里说 最初的根成不就是什么 咽耳逼舌生意吗 没有这个六根 你根本还没有这个世界了 你能够找到有依法 离开过咽耳逼舌生意 色身相为出法 你能找得到吗 你也找不到吗 你说你找到了 你怎么找到 我找到了 有一法 你离开这个六根六成 你找到 不都在一根 你不要以为只在一根 只是因为我们心初 心态粗的关系 你一根里面有所体会 事实上都有气氛在你心中 那个气氛 你心初感觉不到 那个气氛都带相直 那种鼻根 你在气氛之中就能感觉到 巩固那个气氛的形态 生根 那气氛之中 你还能够从那个气氛里面说出 种种感受舌根 都有的 所以你能够真正就那个形态之中 当然不会离开四根 因为一根当下都是属于四 四是骗六根的 这都在这里期间 所以在最初那个根层里面 你就先看到六根六成 事实上其实就是成就一切万物常常处 根本大决心底 这个心性 从心性开始说 到于根层上来讲 都是因幻化 那幻化就是变化 就是随缘的变化 它就是决心 必定能够起成随缘处 那种幻化嘛 所以在幻化之中 你才觉得有心 才有心性 真正讲的心性 都不是在你现在的 你能够所指成所见的心性 凡夫要是 不管你是归家 你所看到的心性 都已经是随缘幻化的心性 那能够化起一切幻化的心性之中 那才是根本心性 那个根本心性 你不能说只持这个根本 那根本心性在哪里见 它能够起成一切幻化处 你才知道心性在哪里 所以有些人说要见性 你不在现前的 所有一切 平常的日常起居 生活作用上面 行住坐卧 思维仪之中 体会心性在哪里 在一切差别心态之中 体会心性在哪里 你要找什么叫根本心性 你离开一些心性 成就处 你找根本心性 你就好像离开 禁色 离开禁体 现出禁色处 你不知道那现出禁色的这种色性 就是根本亲民的禁性 你不认现前的色性 你到哪里找根本亲民的色性 禁性 所以那只有 汉传佛教 我们的僧团 念念之间 就是要你在当前 这每一个发心 每一个作物 每一个行为 主旨上面掺的 当然南传的僧团也是了 但是讲的不是像汉传佛教 祖师留下岸 这么明白 所以那个心性之中 跟着根成 那就是幻化体的 因为心性 它必定有如是线 如是心性固 所以你就感觉到有万物身 就有根成线 禁止 必定有如是的尽性固 所以你感觉到就有色性身 就是种种色的成像的根性线 根成之中就能够显现 但这些都是幻化 全体都已经是幻化了 因为前面你都知道 是蛇摸它了 都已经是极尽了 当然你能够担当 现前就是决心之中 决心中一体的呈现 随缘的呈现 决心中一体随缘的呈现 都没有离开过绝 但是在决心中 你已经知道没有离开过绝 整体视觉中 你不能够明白那种变化吗 明白 当你明白那种变化时 是真有如是变化吗 没有 它就是决心 不过幻化而 不是吗 那个道理已经是这样子 你已经这样如是思维了 表示你那些之间不离远绝了 幻化而已啊 就是幻化 簡淨幻化 这就是幻化 所以在这个上面 极起 珠患 以除患者 极起就是当下 当下以利 叫做极起 朱患 起 那以利就是能利 建利 起就不必刻意再说起 当下以利 就利就是建利 就是你已经不疑惑 叫做建利 你已经更是在上面 不游亦了 建利 你在上面根本不再起随它 所起成飘荡 起成种种流转了 建立 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圆觉体上 你明白它就是能够唤起一些作用 说幻话又何妨 因为说幻话中 你已经明白是觉 你根本在那个观想之中 不失于觉 叫物尽圆觉 所以你当然可以以利 以利有起换顾 所以这里起 我为什么刻意一定要讲到这里 这不就是刚好上那节课讲到的性奇吗 你能担当性奇处 表示你已经完全站在性奇处了吗 你能担当这一切法中 别别呈现处 那种担当处 那叫别教 那当然就是明白 根本原教之中的一体原名处 你站在别别安利 别别的智慧之中 别别的智慧 已经不是众生的智慧 那是在一切法中 一切念中 你已经看到 这根本就大原觉星 根本就是如来星 于中显现 那叫别 要是你站在这里 像圣 可能还不是登上原教 可在原教 说凡 那一定 现前就是别别安利 大觉心体 现前还辟知了 你不能别别安利 那华言是站在 从圣入凡中说的 因为从圣入凡才能够 导规人如何念念向圣 法华就是从凡入圣中说 所以叫做一符合身为 众生受计 这两个规矩要清楚 那明白这两个规矩 叫心中 在这个于是 于凡于胜 于起于聚 再也不疑惑 叫大波涅槃 才叫法华涅槃棋 才入大波涅槃 所以你能够当下一笠诸患 但一笠患 根本除患者 什么叫患者 你还真的因为有个患吗 没有 除患者 你还以为有个能患吗 没有 除患者 你以为有个所患吗 没有 除患者 折者 能锁也 折者 你还在上面望之 你可以立一些患 你还上面有个患者吗 患者 有个能患 或者一个所患 还有一个真正的患象现前 有那个吗 没有 那是心中的大明 那个才慢慢体会到 静缘决心的三魔波涕 那下节再讲 刚上面讲的听得懂吧 不会太悬吧 不会吧 应该会懂一点 老纳能力有限 大众请合成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